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Shannon 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视频都拖延了很多 那我这一期内容呢 是剪了一些在工作里面录的视频 做一个Vlog 一来呢是跟大家say hi 我没有消失,我只是太忙了 然后第二呢也是给大家 提供一些参考的信息吧 我这两个房子是在San Jose 看到,那客人的预算 大概是1.5,1.6这样子 那其实在整个南湾 硅谷的核心区啊,2米连 下已经比较 难买到好一点的房子了 但是San Jose就是靠南边 靠山的这一边哈 还是能有一些选择的啊 就是像95136,95123 这些地方都能买到一些 1.6左右的独立屋 那像我现在看的第一栋 条件其实就蛮不错的 四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然后建筑1800多尺 土地6000多尺,像这样的配置 其实是一个很理想的入门上岸的房子了 可以这样讲 那开价是150万不到 但是应该是要 成交价是应该不止这个价 那有些小瑕疵 你看这个fence都倒掉 有需要修整的地方 那这个后院呢 应该是Flipper重新做过啊 它有一个小池子 我们刚才那边看到 这个小池子 当游泳池有点不够啊 其实 那这个fence看到是很老的 但是当时做的是还不错的啊 它是这种 可以完全挡掉邻居的这种啊 这个水泵是给这个小池子的 我都不能称它为游泳池啊 因为它真的很小很小 那除开这一小块 其他的地方后院呢 6000多尺的地差不多这样啊 它前院还有一块 那比较平整 算是比较理想啊 如果你不需要更大的土地去 种很多东西 或者养很多动物的话 基本上这样size的院子也是够用了 那室内的话是做过一些装修的啊 基本上能做到一个 不需要大秀大补 就可以拎包入住的这样的状态啊 就算是比较理想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客厅啊 客厅它其实跟厨房这块是连在一起的啊 厨房这个做了新的倒台 这个其实一看就是现在装修的风格啊 因为这个房子是60年代的房子 那60年代的房子 很多成设就是比较老旧了 那我们把它翻新之后 现在看到就是非常漂亮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过来看它的卧室啊 这个房子有四个卧室 一层的啊 平层的房子 那这一间是共用的浴室啊 是一个full bathroom 很漂亮哈 看到里面而且很宽敞 那它四个卧室都面积还蛮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客屋啊 这间应该是最小的客屋 但是面积都还不错 所以说这样的老房子 它虽然是比较老的房子 但是它的基础是很好的啊 这样就符合我们一个基础好的房子的定义啊 好 这是主屋啊 主屋看到面积跟采光也是不错的 那你看衣帽间的这个空间也还是蛮理想的 洗手间 卫生间 而且很亮堂啊 你看洗手间这边也是开了窗 而且还采光蛮好的 那我很希望我的视频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特别是给新手买家们啊 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吧 就是说在CNLC比较靠南 就是稍微周边一点 不是非常核心的硅谷的这个区域内 大概什么预算能够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 因为在湾区买房子 特别是独立物啊 实话说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 那也希望大家在真正开始买房之前 能够多做一些学习跟了解啊 大概有一个idea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真正开始买的时候会顺手很多啊 好 第二个房子是在 也是在周五136 各方面条件跟第一个房子非常的接近啊 也是四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建筑面积1700多尺 土地是6000尺左右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院蛮大的啊 所以可以推测它的后院就应该没有刚才的那个那么宽啊 当然它这个小区社区的环境不错 我们在外面看到这街道很宽 而且很干净整街啊 邻居看起来也不错 好 进门这边是餐厅 客厅 这个房子有一个特别好的点 它是跳高顶啊 这一点在房屋的市场上永远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点 你看 一半的跳高 这样的话空间就会大很多啊 感觉上啊 就是视觉上给你的感觉 然后四个卧室 同样size都蛮不错的哦 你看这个主卧也是 差不多面积 我觉得跟刚才那个真的非常接近 这两个房子的条件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同样是采光蛮好的 它是一面这个大窗户 这个窗户比刚才那个低啊 69年的房子 OK 年代也是差不多的 好 这个小窝室面积也都不错啊 然后这里是通向车库的过道 然后洗衣房是坐在这里了 那这一间是餐厅呢 餐厅跟那个客厅厨房是隔开的啊 单独的一间 好 这里是公用的洗手间 同样蛮宽敞的 做了两个水槽 说一下这房子的报价 也是150万美金不到啊 我们去后院看一下 后院侧院就比较窄啊 然后这个纵身的宽度 我感觉稍微比刚才那个窄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过来的时候 正好那个inspector过来检查房屋啊 出一个检查房屋的报告 好 那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跟关注 我是山南 下期再见咯 嗯 嗯 嗯 います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